VLOG VLOG 我是駐港记者 帅益文 就是我们不断看到中央有很多援港的物资到香港 亦都听到一些社会的声音 好像这些援港的物资暂时的派发速度是否慢了一点 甚至看到民间的组织又或者义工的团队就相当努力 很努力 出钱 出心 出力 筹集我们的抗疫物资 亦都帮助了内地很多机构将一些物资来到香港 甚至点对点送到这些居家抗疫的人士手中 可以说是港九十八区的街头 都是看到这些民间组织和义工组织的人士很活跃 甚至亦都有一种逻辑推断 为何公务员的团队似乎没有那么积极 拿着公帑的公务员团队在看什么 其实我这两天也留意我们的电视端 亦都在跟大家介绍 就是各个公务员的团队都在默默耕耘 我看到例行的记者会上 就是我们的林郑月娥也都在说 每天都有屋邨进行遗风抢检 其实每一栋大厦进行遗风抢检的时候 都有大量的人手要投入 例如每家每户敲门 通知居民下楼进行检测 登记物资、维持秩序 派发所有需要的东西 亦都有个数字给大家参考一下 截止到目前为止 已经超过了250次的遗风抢检 每一次的遗风抢检 就是有大批公务员投入其中 每一栋每一次就是150至450名公务员 由最早的民政事务局核下的民政事务总署 以及康民署 以及运输和房屋局核下的房屋署等等 其实现在已经扩展到超过30个政府部门的参与 参与过刚刚提及的遗风抢检的工作 我刚刚罗列这么多 并不是要帮某些人说话 而是我觉得在今时今日 已经来到2022年了 我们的民间组织 或者是义工团队 他出心出力做很多事情 他都会记录一些短片 或者多角度去拍一些相片 然后发去每一个群体 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身 不单止是记录这件事 而且在传递正能量 所以其实也很希望我们的公务员团队 就紧紧拿着现在我们所谓的新媒体的这种特色 好好地记录你们的正能量的事情 可以令到我们全港的市民都会很安心 原来我们一直都是上下一心 从来都是同心同力的 其实近期我们的特首林郑月娥 也都在记者会上 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我们的抗疫物资爆 将会加大力度全面向我们全香港市民进行派发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相当之好的正能量的传播 也都期待更多公务员的队伍 可以和我们的民间组织 和义工团队一起努力抗疫 我是驻港记者 薛英文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分享香港抗疫故事